大家好,我是沐沐 马上就要迎来我们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了 那七夕节到来呢 就说明我们是不是该给我们心爱的人送上一份小礼物了呢 但是每一年七夕啊都会有姐妹来抱怨说 就是为什么男朋友送我自己那么丑的一个东西 而且还花那么多钱 所以说这次我就出一个七夕专题了 教教大家怎么去挑选礼物 尤其是教教各位广大职 来怎么给你们的女朋友挑一件称心如意的小礼物 因为礼物也很大小嘛 那么这个七夕片呢我不打算讲一些比较贵的奢侈品类型的 我们就讲一讲比较平价的 比较生活类型的一些小礼物吧 这个七夕礼物呢我会分为两个章节来说 今天这一天呢就先说女生片吧 就是送给女孩子们的东西 送给女孩子的东西呢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香水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感觉好像送礼的第一首选要不就是香水 要不就是口红啊 香水瓶呢因为它的味道比较挑人嘛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喜好 所以我在这里更推荐各位广大职男们去挑选一些香水礼盒装 因为这种香水礼盒装的话它一支并不是很多 而且它会有几种不同的味道 这样你们的女朋友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需求去挑选不同的香味 预算是500元左右的话 推荐一个欧龙的干香花鱼铁盒 这个铁盒的售价是520元 它里面有7支4毫升的 不同味道的欧龙你都可以试到 还有一个呢就是Majala之前出货的一个十支装的香氛礼盒 这个礼盒就会更便宜一些 只需要300块钱就可以拥有了 如果你的预算是在1000块钱左右的香水呢 比较推荐大家去买这个PALMA之水 它那家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度假 很欧洲度假风的一种感觉 而且它的包装做的非常漂亮嘛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送给一种孩子的 它家的话选择会比较多一点 可以选择一个克罗地亚小礼盒 这个小礼盒是5支装的 每支分别是5毫升 售价呢是605 还有一个就是它今年七夕出的一个淘金娘礼盒 淘金娘就是它家的一个人气香味嘛 售价是890块钱 购买这个礼盒 它也会送很多很多的小礼物 并且淘金娘的包装会做的更好看一些 就是有一种很度假的感觉 毕竟今年七夕 我不能带你的女朋友出国玩 所以说就在这个香水的包装上 让它先感受一波吧 除了这个PALMA之水以外呢 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ZUMA LONG啊 DIMTIG都有出他们家的七夕套装 像ZUMA LONG 它有出一个五支妆的限量礼盒 这礼盒呢就是一个花香系列的 非常非常适合女孩子夏天使用 这个售价是1120元 我觉得这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每一支有9毫升 我觉得这容量真的是刚刚好适合 我们女孩子平时带出去 比如说补补香啊 或者是放在包里给闺蜜用用 DIMTIG这套很久啊 一告白礼盒也非常非常适合 当七夕礼物送给女朋友 售价呢是1140元 它里面有一个香水加上一支口红 非常非常适合 各位又不会挑香水 又不会挑口红 我的广大直男朋友们 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推荐口红 口红我也帮大家找了一些礼盒版的 比如说YSL的试爱礼盒 这个售价是640元 它里面有两支小方管 精致的姐妹必不可笑 就是YSL小方管了 TOMPO也出了一个七夕现样礼盒 里面也是两支妆 它售价是900元 基凡系也出了高定香气口红套装 售价是690元 里面也同样是两支妆的 它它除了这个口红套装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蕾丝精品口红 这里头我觉得比那口红套装都还要精美一些 它的包装也都是蕾丝外观的 非常非常好看 里面是散粉加唇膏的搭配 都是它家明星产品 售价是895元 还是性价比非常高 第三个要说的就是首饰手表这一类了 这一类东西呢 可能会比之前的稍微难挑一点 但是这一类 如果你们选对品牌的话 去问店家 基本上都还是能挑出一些 比较火的一些产品 送给你们女朋友的 如果你们的女朋友是比较偏酷一点的 就可以送他们一些银饰 银饰里面比较推荐的一品牌 就是ABYB Charming 你看我平时拍照 有时候也会搭到他们家的品牌 他们家的价格大概是在300到500之间 性价比是真的还蛮高的 戴上去也非常时尚 所以说很多明星街拍之类的 也会用到他们家的品牌 如果你的女朋友是比较偏甜美类型的呢 就可以送他们 Corena White的一些食品 他们家就是走一些彩色一点的风格 比较甜美 像我之前拍照 用到的一些发甲 还有耳环之类的 都是他们家的品牌 他们家售价也基本上 都是在300到500元之间的 如果你是想挑 有一些钻钻在上面的一些款式的话 可以去APM挑一挑 APM我觉得现在还是蛮受欢迎的 很多住宿女孩们也非常喜欢他们家 他们家的款式也是比较简约大方的 送女朋友应该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至于手感的话 我第一个要推荐的就是 卡修的那个小方块 那个卡修小方块 我觉得真的是时髦经地备款 几乎是没有女孩子会觉得 那个表不好看 因为小方块它有不同大小 不同颜色 甚至它有男生比较喜欢的那种大大的黑色方块表 所以这款呢 甚至可以作为你们的情味款 日常搭配使用的 接下来的预算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大概是2000到3000元之间的 就是一个护肤套装了 如果这个护肤套装的话 最好是提前问一下你的女朋友 她是什么肤质的 她平时喜欢用什么品牌 根据她平时的需求 她的肤质 以及她喜欢的品牌 去挑选这个护肤套装 如果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去挑选这个护肤套装的话 可能会采类哦 最后一个要说的分类就是 日常护肤套装系列了 如果你香水口红 护肤品之类的都送过的话 那你就可以考虑 从她的生活层面入手 去挑选一些礼物了 比如说一个好的吹风机啊 真的就是一个精致朱朱 你还必备的东西 现在比较火的吹风机 就有松下人鱼机的那一款吹风机 还有戴森的吹风机 你不要看他们单价 可能一两千块钱啊 但是像吹风机这种东西 是我们每一天都会去使用的 所以按照这个使用频率来讲的话 吹风机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投资的一个产品 头发护理系列呢 还有卡湿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她的头发精油啊之类的 他们都会出一个洗补套装 这些套装也是可以送给你们的女朋友的 到最后 如果你真的实在都不知道送什么东西的话 你也可以去一些比较好的美容院 去给她办一张皮肤护理的年卡呀 或是去她经常美甲的那个地方 去给她办一些充值项目 都是非常OK的 好那这一期的礼物片就到这里了 除了我上面说的礼物以外 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忘记送你们的女朋友 一束非常美丽的鲜花哦 跟你们的女朋友说一些甜甜蜜蜜的话呀 还有一些拥抱 你们的女朋友都会非常非常感动的 真的相信我 那这期女生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男生礼物片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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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